可能很多朋友认识我是因为节目嘛 真的每天是没明没夜的 那会儿是我最有自信的时候 这些最小的里面还是使用你自己 过一两个小时可能那个音乐还在继续 在19岁能够很符合然后比较踏实 从训练开始一张感觉开始到现在 因为他从小到来没有太多幸福爱好 可能人生中前16年前17年都是非常惧怕痛苦的 他终于找到了他人生的一个方向 除了他的硬件条件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比较干净 在眼神他每次都能展现得非常地足 想对20岁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期许 我希望我可以 这次海洋 母校 母校 我当时在这里上的小学 那会儿这个学校还不长这样 那个时候还有小学 现在没有 有啊 现在没有小学 没有吧 那个时候有六年级 现在没有六年 以前这里是一到六 没有六年级 哪有六年级 就一到五年级 对 国内学校的小学是没有六年级的 然后小学初中和高中 这个学校都有 我在这里念的三个 第一天送他上学的时候 我印象最深肯定是在路上 然后跟他在演练自我介绍 然后来路上在 很紧张你知道吗 第一天上学 来路上在干嘛 第一 啊 来路上 就咱们在路上 你在车上的时候在干嘛 你还记得 听歌 是 聊天 你到学校是不是要做一个面试 哦 哦 你还记得在路上 对对对对 我记得他特别紧张 一直他坐在副驾驶 系站全带 然后 摄影机里面放的歌 哎呀我跟你讲 我脑紧张了当时 因为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要做一个 他是有一个要面对面面试的 而且我要用纯英语和面试官沟通 所以我很紧 我那会儿一半句话都说不出来 但是我一直在跟他聊 他自我介绍的那个内容 他就一直面无表情的很紧张 在 在副驾驶坐着 然后自己 嘴里在碎碎念 那个 自我介绍的内容 我们就在排练 他就说 哎 等一下这个老师可能会问你什么样的问题 你怎么回答 怎么回答 然后我们就在练 其实到最后 我用中文跟那个人讲 对我说了几句之后 他说 哎我们还是用中文聊天吧 我说 好好好 可以 他来接我 然后 我老师问他 说哎 哦 这个是你 这个是你父亲是吧 这个是你爸爸 我说不是这个 这是我哥 而以前我每天放学的时候 就是从这个巷门 巷门里面出 过来这样背出包走 往回家走 这样 然后每天上学的时候就这样进 就这个门 哎 学生下课了 那一会儿的校园氛围特别好 那一会儿 呃 因为我我刚刚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 就是 比较害羞嘛 然后也第一次接触很多 就是国外的朋友 我那会儿英语 我那会儿也不会说英语 记得吧 跟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 他当时不会英语 他那个时候 应该是一句英文都不会说 小时候就是很腼腆 胆小 胆怯吧 也不能说胆小 比较安静 然后没有那么多话 比较害怕陌生人 我性格上呢 也没有什么特点 他他他有一点 就是他 喜欢一个 比如说喜欢吃一个东西 他就一直吃 其实到现在为止 他还是这样 就是他喜欢一件什么事情之后 他就会一直坚持这个事情 就是一直有一种 我感觉是有他自己的一种固执 就是这个敲场 是以前大家踢球的地方 然后我就在这个草坪的最边角坐着 就看着大家踢球 我那会儿的氛围真的特别好 很 很很不一样 反正就是出了学校之后 就再也体会不到的感觉 已经 十年了 兄弟 已经十年了 我似乎是什么感觉 其实也变了 我走的时候还不是这样 现在已经过了四年了 我脑子里面 看到学校跟你怎样 我还会想起来 你那个时候 你有这么高吗 我没有 我以前真的很矮 就是我胖胖的 你可以当我找那个照片出来给那边放 胖胖的矮矮的 每天就大概这个 这个高度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点是你曾经 一直穿那 红短裤 我 这个就是周克里 现在 看着像两个颜色 我小时候就是 矮矮胖胖的嘛 然后是后来长个了 才变成现在这样 其实他不是一个 特别特别注重自己外表的人 因为他其实对自己的外表 非常非常地没有信心 他不觉得他是一个很帅 长得很好看的人 包括有时候 就是近一段时间 可能有些工作 或者有些活动 回来了之后 或者发微信 他会问我说 你觉得我怎么样 表现怎么样 我的状发怎么样 好不好看 帅不帅 我肯定是觉得很好的 但是他总是觉得 很没有自信的样子 所以其实从小他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会一直鼓励他 让他多对自己有一些信心 有一些自信 但这个就是他性格当中 我感觉的一个缺点 就是永远对自己 可能缺乏一种自信 如果你现在是0 你会想象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情 很开心 就是 你会很享受跟同学一起 学习和玩的时候的这种感觉 你看他们多开心 我觉得他小时候的性格是无法把他跟做艺人这份工作联想到一起的 我一直以为他长大之后就是上完大学 然后找一份工作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成为艺人 这条街就是我最熟悉的条街 我在这条街上走着就感觉我在客厅 家里客厅一样 这条街叫新中东 新中东街 我以前有很喜欢Chris Brown的同学 他就经常放这些 当时放很多这种hiphop的音乐 大概就是从1415年那会儿 就开始大量听这个 然后到16年的时候是喜欢听J.Cole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音乐算是你第一个 潜移默化去潜意识里面的爱好 因为他从小到来没有太多兴趣爱好 然后机缘巧合有一次机会 他就去练了跳舞 练完跳舞回来之后呢 就感觉他跳舞的时候比较有激情 就是他比较享受那个过程 其实小时候也没有想过他长大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即使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想过未来若干年后 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在我这边一直都是我心里的那个弟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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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们当时训练的楼 这是梦开始的地方 17号楼 香烟17号楼 捉轨 捉轨 捉轨去 这个是一开始我们在谢教师上的 是整体 整体 第一个月是没有舞蹈的 然后他在这一项行曲就是平板车 急性舞蹈 对大家就是来回走那个 走这个教室 然后就坐位 什么的 很神奇要不来一段 也接 如愿一次点点写先去面对 对你爱爱爱不爱 可能人生中前十六年前十七年都是非常惧怕镜头的 就是我没有办法甚至手机的摄像机我可能会害怕拍照啊啊录像啊这种东西我都不太自然 所以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要去成为一名艺人或者说站在台前的一个这样的做这样的一份工作 那我当时成为练习生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巧合 就见到了我的老板 颜姐 第一眼看了本人的时候就觉得 真好看 除了他的硬件条件我觉得他还有一个特点就要干净 就是整个人的眼神啊气质都很干净 颜姐在他看到我之后就 比较坚定的想要选择 让我去做联系生 大家好 我叫周丹尼尔 今年十六岁 平常喜欢唱歌 跳舞 游泳和一些不外运动 谢谢 今天是给 今天是给 丹尼尔舟 这个进入这个行第一天签约的日子 当时天哥在下铺 然后我在上铺住 然后呢 我因为他这个地方没门嘛 我们就拿了一个床垫把这个地方给挡住 我们每天就是 周丰 这都是啥呀 之前这儿有一个床 对 然后这些柜子放在这边的 这是床 对 这一个床 我好像是在这儿 你在 你在这儿 然后我们在这儿 择饭和建议 在这儿 对对对对 择饭给择饭 对对对对 我从小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 然后在学校的时候 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不太敢讲话 然后很害怕去在人群当中展现自己 在 在 在 你这是给锁上了吗 你看他自己开 他是宿舍长 他连门都能不会开吗 他开哪儿东西 我觉得不方便 来了 来了 是吧 宿舍长不会开门了 可是 但是可能确实跟一起 嗯 BAM YOU GOT THE TV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你们这本书是人比爽的 刺的 What 刚开始过气 坐在看你的床 应该等会给你拍照 然后 你躺一下 长度应该可以了 我是唯一个睡这边的房子 是吗 嗯 我觉得 弟弟在 我认识 呃 业务方面 啊 他是有一个阶段的 然后包括 呃 刚来训练营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应该是 呃 刚介入这个行业 适应的一个状态 很痛苦 非常痛苦 你想我前人生前面十几年 从来没有高强度运动过 然后我一下子进到那么高强度的训练 氛围里面 每天早上 我们当时是六点半就要起床 在天都还没有完全亮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起床 不吃早饭的空腹跑圈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空腹跑圈 然后出台词早工 然后在这两个任务结束之后呢 我们会回到宿舍有三十分钟的早饭时间 再次出来 然后这样的训练 那一段日程可能会一直延续到当天晚上的十一点左右 然后这样就连续进行了一个月 感觉自己被拔苗助长一样 在很短的时间内 会取得比较大的提升 我当时那一个月最大的提升应该就是我瘦了很多 那会儿也依然没有很独定的想要说我就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它对我来说还更像一个常识 更像一个 更像一种体验 当时对我来说 因为包括当时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每一天也是有这样的机会 拍着我们训练 记录我们练习的这种日常 包括有刚进去的时候 环境也很大 有很多人 然后也有很多自我介绍的时候 你要像每一个专业课老师 每一个同学 每一个工作人员介绍你自己 这些东西 所有的这些因素 都让当时的我感到自己很不自在 那不是一个我喜欢的环境 是我完全适应不了的一个环境 所以当时我是没有完全没有考虑 OK 我这会是我热爱的东西 像我自己可能今天都想不到 其实我自己也想不起来 究竟是什么时候我开始不惧怕镜头 就是我在练习第二个月结束之后呢 在一个剧场里面进行了一次小的汇报演出 然后那次演出 是我第一次期待我表演的内容 我站在舞台上后场standby的时候 在灯光音乐还没有想起来的时候 我自己很神奇的一点 就是我在期待这件事情 那以前很自然的很明显 就是我会害怕 我紧张 我马上就要开始了 就是会有一种这种 可能惧怕和紧张感 多过我对这个东西的期待 但那一次是我完全很期待 迫不期待的想象台下的观众展示 我这个月或者说我过去 这两个月以来的练习成果 即便它很青涩 但是我印象深刻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注意到了自己心里面的这个变化 很神奇 因为那一次有很多聚光灯 也有很多观众 就是从这种点点滴滴的时刻 慢慢培养出来了一种自信 她的变化是很大的 因为她从刚来就是没有接触一张白纸 什么都不会 然后来了以后当时唱歌嘛 就是统一的给他们留所有人的一个作业 然后唱歌一首歌 基本上全部都在跑调 第一阶段考核 唱声乐课的考核的时候唱歌 然后她其实是全程跑调的 那个印象特别深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于是慢慢发现 想起其实就是一种缘 多值得纪念 温暖的房间 我会笑得很甜 一切停格在一瞬间 我非常清晰的记得这件事情 我甚至现在都能回想到 我当时站在那个台上是什么感觉 对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为什么要问这个 你就想象一下 是多笨的孩子 可以在唱同一首歌连续三十天之后 还可以跑掉 也没有想太多 拿了麦虽然紧张 但是我知道得上了 我就唱了 反正就跑了嘛 对 但是我很感谢他们把我留下来了 后来不断的换地方训练 那些就是在一个提升 包括知道自己的短板 不断的在努力进步 现在要拆了 这都要拆了 哇怎么都没了 对 这是你们当时的厨房吃饭吃饭的地方 感觉到处是门 其实当时这都是窗户 对 这些地方以前都是窗户 造成废墟了 我在看到他的时候 对我来说还是很记忆犹新的 我感觉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我在走过以前走过那些角落 去到以前去过这些房间的时候 还是有非常清晰的感觉 今天回去的时候才有一点感觉就哇 这个地方原来这么小 就我以前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哎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我们以前是当时铺的 木地板吗 哇哎 那些是地板 是地板还在 是 镜都碎了 这个是镜子吗 这些 对镜子 当时是19年的 10月份之后 10月份之后 就北京很冷 让我们就是早上热身的时候 都要进来把鞋脱掉 然后当时早上还没有暖起来的时候 就特别冷 在这个地板上 其实当时他们你们训练的时候 当时也穿的就是汉衫短袖T 对 其实那时候已经冬天了 然后下午上舞蹈课 基本上还得把房间门都打开 对 那时候经常有感冒发烧 然后这里是那面镜子 地板还在就是这个地板 是练舞材质最适合的 软地板 这个地板摸着软 我当时学的第一支舞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们第一支舞是有jealousy 记得吧 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动作是要 就是类似这样跪在地上的 然后我以前没有跳过这种跪地板的舞 当时就是没有带护膝 所以第一次也不会使那个劲 地板在这里磨了一个星期之后呢 膝盖全部都是轻的肿的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一月一月份一月底 然后月中咱就搬唐家村去了 唐家村就 哦就到唐家村了 所有东西都不在了 对吧 镜子也没了 音响也没了 墙都没了 甚至屋顶都没了 但是地板还在 我今天去到小院的时候 我看到他 我以为他还在 然后我过了那个 那个栅栏之后看到 这已经就是成为一个废墟了 我 当时就还挺惊讶的 因为我其实原本想带着大家去看一些很多当时练习环境 还挺遗憾的 对 我 一个是有点遗憾 还有一个就是 我在看到所有东西都被砸倒 都已经就是 有点破备不堪的感觉 确实有一点感慨 就是 哎 好像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可以 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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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教你 因為你現在的練習生為了 因為你現在的練習生為了 你不想教你 但我把腿和腿長得很長 所以我把腿長得很難 但是 但我剛開始 一至兩小時 一至兩小時 我會想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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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以前就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 然后他对待我们的要求也很高 他是我练习生涯的转折点 因为他是最军事化管理的一个老师 非常负责的一个老师 所以我在重新见到他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这种敬畏的感觉 比较切成平的感觉 比较黑的感觉 比较切成平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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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近的感觉 我一直在记得到一楼里面的感觉 他在一个人的感觉 这里在一个人的感觉 每个人的感觉 每个人的感觉 和这种感觉 在一个人的感觉 在我的眼睛看到了 我哪个没路过呢 医生哪个人年少都没 跳舞 在跳舞方面其实是每天都看到他加练 对 每天中午大家都在休息 一共休息一个小时嘛 然后他当时就是基本上中午 都是吃完饭过来 可能就自己加练自己 害怕影响大家休息 就有不开那个音响什么 自己戴耳机在那里 他洗脚不去了 他摔倒了腿一摔一下 好 周柯宇最开始上课的时候 其实在所有的学生里面 他算是年龄最小的吧 应该是当时算是年龄最小的 这些最小的里面 他是吃苦能力最强 三 一个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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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的课每次要持续两个小时 然后当时他们毕竟是零基础嘛 然后最早的时候强度没有上太大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强度 基本上都能练到兔 这个基本功真的很累了 要跳六分钟 昨天晚上是连跳六分钟 就是连跳了三十分钟 今天还要在家 就是不休息一直跳 签了公司之后 在练习的那个阶段 我会偶尔去看他 然后每次都觉得他 就是灰汗如雨的 就很畅快淋漓的那种感觉 以前他也不爱运动小时候 所以没有见过他那样的那种状态 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 真的是好几年都在这里 这应该是我待过最久的那些事 其实这个地方是我从唐家村训练周期结束之后 到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我去节目之前 筹备时期的练习 十点钟开始上课 上两个小时课到中午吃饭 忙到晚上八九点钟 我下楼 然后突然会听到很熟悉的音乐 然后我会打开那个排列厅的门 会去看一眼 然后发现他还在里面 然后每一遍都是很全力的在跳 然后再过一两个小时 可能那个音乐还在继续 觉得这个孩子 哇他太拼了 蹦姿 多几次 多几次 嗯 我拍的时候就这样 5 7 5 8 1 2 3 4 5 6 7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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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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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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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我来说他从来不是一个选择 从来没有怕过 那会儿是我最有自信的时候 即便我是一个很理智很内向 有时候会害羞的人 我到这些场合还是对自己很有自信 然后那种一息风发的感觉 看到他走那个花路嘛 然后去那个第十的位置上站那 然后当时就因为他一直在哭 当时也特别想去抱抱他 从训练开始一张白纸开始到现在 也算一个也算交了一个答卷嘛 但是路还很长 我记得他在去参加节目之前 真的每天是没明没夜的去做筹备的工作 不管是他的舞蹈还是他的歌曲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两天他应该是两天两夜没有睡 白天去练习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再跟我讲他准备的一些舞蹈啊 歌曲啊那些视频的那些参考 我在准备的筹备过程当中 我做了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就是做了一个方案 就类似于一个幻灯片 就类似于一个幻灯片 PPT这样的东西 但是那会儿我才十七八岁吧 我从这个初舞台的编曲制作方向 一直到编舞方向 以及整个框架 列出来了一个完整的 非常青色的一个方案 我心里面比较有说比较踏实 是一个很值得去说的点 我最早对周柯宇我是先看了节目 然后会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比较高冷 比较慢热的人 然后第一次见到周柯宇的时候 很有礼貌 然后也非常的温和 非常的谦虚 我是觉得跟我当时设想的那种 很高冷很难接近的 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是有自信在的 但是他不会表现出来他的自信 他都基本上都是以一个 你自己不太满意的一个状态出来的 这也是他能鞭策自己 能有一个网最高的一个目标 去走的一个动力和一个原始的 我觉得现在的优点是 他会通过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去帮助他自己找回他缺乏的自信 因为他自己意识得到 他缺乏一些东西 所以他希望能够通过他的日常的一些行为 或者是一些生活当中的细节 来帮助他建立他缺失的自信 我觉得他现在的优点就是这个 他知道自己哪里不足 他也知道怎么去填补他 我觉得他的闪光点比较集中在眼神 还有在一些特定的设计的一些段落里边 他每一次都能展现得非常的足 成团后了之后 可能就会更淡然一些 我觉得他成团后的给我的感觉就是把自己分类的工作给做好 其实在我眼里他没有什么变化 在我面前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弟弟的样子 大家好 我们是 Into One Into One对我来说是一个支撑 它是我的一份底气 也是我的一个归属 成团这一年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增进默契的时候 突然在某一天会感受到我和大家的距离 增进了一点 或者说拉近了一点 我就会留下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对我来说更特别的其实是我们之间这种相处模式 并不是一个一定非要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件 可能就某一天这种轻松愉快 零距离的氛围 就会给我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你和我这有什么小秘密 你的秘密太多了 真的不方便说 说一个就摸不出去 OK 我们这有什么小秘密吗 我一不熟 Kin哥 我们这有什么小秘密吗 你起床不哭床 我起床不哭床 不不铺床 是吧 确实 你喜欢吃山楂条 你喜欢吃抹茶 你和我这有什么小秘密 周克宇宇 我喜欢开门睡觉 我对你来说是什么 我 其实你们在微博我们都不看 陌生人 分享一个你和我之间的秘密 没有 我们之前没有秘密 对我有什么印象吗 没有什么印象 我有一晚夜 一夜晚 我是突然一摸了 一晚上 我突然一摸了 一摸 然后就给他打 他信息 我记得 我记得 那一天他就很暖到 我历来身边 经常会有那种 大高个儿的练习生 朋友 然后呢 你是我那种 你是我唯一一个 就这个身高 但跳舞曲非常好的 很少 真的很少 周克宇宙唱情歌非常好吃 是 我们以前 他只要洗澡 这又是个秘密吗 他洗澡还唱歌 以为你很高了 其实你一点都不高了 以为你很 以为你很腰 其实你一点都很腰 那我是什么样子呢 你就是一个喜欢 吐槽别人 而且每次都 无理头吐槽 就我们什么事都没做 你就吐槽我 我 我是这样的吗 是 就是看起来非常成熟 但只要一张嘴 年龄就小了三岁了 我的印象是周克宇宙是 很认真的 可爱的弟弟 现在是 一样 一样是一样 但是根本放松一点吧 现在 转的时候是有一点 紧张的感觉 紧张还有 怎么办怎么办 那种感觉 我觉得现在是比你一家 根本你有自信的感觉吧 二十岁 对 二十岁 啊 年轻啊 老了已经 Oh my god 没有 二十岁 最开心的年吧 年龄 所以 希望 每天开心 一起吃饭 OK 一起吧 OK 我知道有一次 我不想是要从楼梯上踩空了 马上快要摔倒的时候 嗯 是可以 跑过来 扶住了我 嗯 平时 啊 虽然平时 话很少 但是 关键的时候 他会出现 他会出现 但虽然平时 看起来韩国 太安之士 很温饭 也很有趣 他会出现 他会出现 嗯 如果 他算是因为 他人家 他人家 这个群人 他人家 我感觉 我感觉 他能够悦 我感觉 他能够悦 可以选择 他能够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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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 他能够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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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而言 自然而言 感情而言 他只带我来帮助 怎么定义二十岁之前的我 天真 烂漫 单纯 傻 我希望二十岁的我 很多时候 成长的慢一点 然后 我也遇到过 想过要放弃的时候 那个时候支撑我往下走的 更多的是责任 对因为 当你逐渐站到更大的舞台 面对更多的观众 你身边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庞大的时候 很多你在做的事情 他就不仅仅和你有关了 但是当我把这些想法 袒露给我亲近之人的时候 我的哥哥呀 他们会告诉你 牙打碎了要咽肚子里 我希望 我希望他能够追梦成功吧 因为我知道 对于他来说 从一个没有什么理想 或者梦想的孩子 变成了一个 有很坚持的 对一件事情的 一个孩子 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他来说特别重要 所以 从小到大 对他的期望 就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件 自己真正热爱 喜欢的事情 然后坚持地做下去 不要停 如果想对二十岁自己 有一个这样的期许 或者说一个祝福的话 我希望我可以快乐 每个人周围的环境 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是不是你年龄越大 这个东西会变得越难得 就是快乐 我希望他二十岁能够少一些烦恼 再多享受享受 小孩子的快乐 不要那么快长大 我一直都没有过过一个 很有仪式感的生日 但这一次呢 我告别了一字头 然后今年对我来说也比较特别 我自己可能也经历的事情 越来越多 然后给自己过一次 稍微有仪式感一点的生日 像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吧 对 我觉得应该还挺有仪式感的吧 如果你不懂我 你懂我现在 任何事情 都是有起起伏伏的 唯一能打败天赋的就是积累 这是最直白的产出 扑词以外 想要在别的事情上 你说有付出就一定有回报 少之又少 生活当中有很多你没有选择的事情 如果你有自己的热爱 你有自己的热情 你都可以去做吧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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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你们可能昨天 或者说上一秒才认识我 没关系 这个就是我的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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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就是我的三十岁